现在又是完善了 再说到鼓 把它全部打成堆盖起来就好了 你累就休息一下 准备把这大鼓烧成堆了 以后就拿那个薄膜盖起来 明天早上起来再把盘开来晒 大哥生气走了 他不帮忙烧了 大鼓已经收成堆了 现在拿着都把它盖起来 把切 拿好一张哦 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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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够大 还不够短 一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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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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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放入冰箱 马鸟 青菜 盖骨就这样子盖了 明天更多 刚才这一堆的话应该收到下面 然后这个就盖得过了 那就这样吧 等明天收的时候再收记软一点 然后这个活摩就能盖得过两堆 下屁 明天的话就不拍 晒盘谷收盘谷的题材了 看多了你们也累了 我们就下楼去了 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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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菜 没人家都做了 都做了你做了 我都跟你說 我都不說 我都不說 他們在這裡 他們在這裡 他們是很久 他們明明 他們也都不動 他們打發 他們是這麼亂 我都不做 沒有 他們都不擔心 他們都不存在 我是 一整天的时间过得好快 现在又到晚上了 以后等一下小河就要忙碌着 刷牙 洗脸 洗头 洗澡 敷面膜 洗衣服 最近都是在熬夜的路上 你看我头发这里都掉得有点秃顶了 回老家也差不多有十天了 我是一号回来的 但是每天都坚持着拍视频 尽量多做点库存 今天是九号 然后就是我的视频是今天拍 做好明天再发 这样子就不用太累 回老家的话很多题材拍 但是这两天都是拍收稻谷 晒稻谷 你们看着可能也会感觉 没有什么新鲜感 然后呢 就是在老家可以拍一些种菜的 搞卫生的 把家们一步步的去改善 特别是卫生这方面 然后前面老妈在房间这里聊天的时候 不是说 就是从楼顶那晒稻谷那 也可以看到我们家的那块地 之前在英语的时候有拍过的 就在路边那里 那里的地是空着的 想留着种菜 然后呢 要把那些草打死 打死完的话拿铸头去把草给除干净 除干净的话就拿那些草 刷层灰可以做肥料 还要开打田鸡 去把那个地给泥巴给打碎 然后才可以种菜 那里也是靠着小河边 我不是买了一个那个林菜的鸡子吗 然后去接水来林菜也方便一些 反正就是慢慢弄吧 你们只是看到视频的内容有个十来分钟 但是要拍视频要干活 还有剪视频 然后我们老家说的那个家乡话 客家话 在识别文字那也是不标准的 除了普通话才可以识别准 其他的都要一个一个去修改 所以说今天小河就跟你们聊这么多啊 真的拍完之后 这里会短路 因为要想着打这个标题跟那个封面 但是标题最多可以打三十个字啊 要打三计划跟四计划这样子概括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断片 但是我偶尔去看一下他人的视频 多多的学习 就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就是表达的很完善的那种 那就都到这里了 拜拜了 有时候说的话重复 就是因为紧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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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紧张嘛 就是紧张嘛